你的主人当家了吗? 问你主人哪里藏 你却心迷茫 房屋空在 主不在 开路 路却荒 心灵众生先同化 再往外寻访 物我两望一体现 主人不在藏 徒儿了解为什么要来求道吗? 道 到底在哪里呢? 你们来佛堂求道 其实也没有得到什么有形的东西 求也不是说 你来佛堂 上天要给你什么东西 想想看 你们一向怎么解释三宝 噢 三宝是上天降给你的 上天赐给你的 是不是? 就是这样讲 所以会越羞越痛苦 你们都忽略了 道是自然 这四个字 道是很自然的 三宝在哪里 三宝就在你身上 对不对? 因为三宝 就是代表你的佛性 每一个人的佛性 都是平等的 是本来就有的 不是靠别人跟你讲 也不是靠别人送给你的 而是每一个人的佛性 都平等 都一样 没有人比较好 也没有人比较坏 我们求道 是要借此了解 我们有主人 也了解 我们的主人 就住在我们的家里面 我们每一间房子 都有主人的房间 主人 有主人该睡的地方 客人 有客人该睡的地方 这不能错乱的 是不是? 老师说 右手跟你点开 跟你说 你的主人在这门里面 这个身躯是一间房子 你的天理良心 就是主人 点传师跟你讲 你的天理良心 要赶快进去 从正门进去 进去里面做主 不要在外面徘徊 这时候 你的主人 你的主人是否回来了呢? 主人 若回来 你的眼睛 就会明亮起来 知道吗? 所以 老师 一个一个看 看你们 都没有了解 这个意思 结果眼睛都 眯眯的 没有精神 为什么没有精神? 神没有明嘛 神明 神明 拜神明 要拜那个神 会明的 神不会明的 你拜他 做什么? 老师担心 你们修道的方法不对 越修越痛苦 就是因为 方法一开始就错误 有很多人 修道一半 就不修了 认为这个道 是假的 认为这个道场 是假的 很多人离开了 老师不希望 你们继续用 这种错误的方法 修下去 我们的天理良心 只有一个 但是 我们都有 很多朋友 这些朋友 有贪心的朋友 也有 有爱心的朋友 有坏的 也有好的 就比如说 现在 我们这个天理良心 很慈祥 很和平 很快乐 但是 我们也会有一些 不好的念头 跑进来 当不好的念头 跑进来 我们就要将它解破 将它安顿好 不是将它装起来 扔出去 道 是很自然的 我们有不好的念头 也是很自然的 发出来 也不是我们 故意的 也不是我们 要的 就很自然的 跑出来 这自然的 跑出来 这就是道 劝人修道 不能叫人 改这 改那 不可以这样讲 你如果这样讲的话 那众生都迷霉了 哪一个是佛呢 每一个人都没有信心修道了 既然我们的罪过 做了一大堆 我们要从哪里去修呢 干脆不要修算了 是不是 我们在讲经说法 我们在成全众生的时候 我们要把他当成是一尊一尊的佛 而不是一个一个的众生 既然他们都是佛 都是好的 虽然我们明白 他们有很多罪过错 可是 那些过错 都是自然而然的迷昧 既然是自然而然的迷昧 也一定可以自然而然的消失 因为 我们的脾气毛病 都是从小到大 一点一滴累积而来的 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一样 从小时候一点点到现在这么大 我们的脾气毛病 也是从小小一点点到现在这么大 你如果刻意要将它砍掉或改掉 有可能吗 如果勉强要你改 那你会很痛苦 这样修道痛苦吗 但是说实在的 修道是很快乐的 只是你不会方法而已 我们本来就没有这些脾气毛病 是不是 本来就没有啊 你何苦将它抓牢 走路也抱一个石头 坐也抱一个石头 连睡也要抱一个石头 这样不是很累吗 将它放下好吗 将它丢掉好吗 不要再紧抱着不放了好吗 这样不是很轻松吗 你就像你那个阻伤的一个地方 帆各estion 持人 可以 比如说 以后 再房 冷 我们这个肉体 本来就不会痛苦 是主人在痛苦啊 你的主人 若不觉得痛苦的话 肉体就不会觉得痛苦 是不是 我们这个身体 在这世间 因为我们主人 不会用这间房子 所以有时候撞坏了它 有时候踢坏了它 所以会生病 是不是 当我们这个身体坏掉时 你们都不会想 是不是我们主人不会用 本来好好的一间房子 为什么会变成坏的 是我们主人不会用啊 你要找那个源头 比如我们几岁的时候 有了什么不好的习惯 一直将它养成 就变成自然了 变成自然以后 你就不会当它是不好的 你会感觉 这是自然的 一直到长大以后 病就越来越严重 人的脾气毛病 人的不好的地方 处处都有 并不是只有烟 酒 老师今天真正要讲的是 你有不好的念头 有好的念头 这都是很自然的 所以修道不是压抑 不是堵塞 而是要疏导 要自然而然地去化解 要用某种方法将它解掉 如果我们讲道理的时候 用这种自然的方法 那么每个人都会很乐意来修道了 你看 如果你听到讲师说 我们有什么什么不好的心 我们一定要改 这刚开始听的时候 还能够接受 想到自己真的有不好的地方 可是听久了会觉得 唉 那干脆不要修了 我又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的脾气毛病一大堆 我干脆不要改算了 所以 讲道要换一个方式 成全众生 要因人而异 不要一成不变 这个众生在哪里 什么叫众生 众念重生 是不是你一个主人 面对很多的念头 就像是你很多的朋友 那些都是众生啊 可是成全起来 那些也都是佛 就没有分了 脾气毛病 每个人都有 我们可以不勇敢 它就能自然地消失 为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求道以后 你就明白了 你忽然间顿悟了 我们有灵妙自信 这个自信 是非常光明 非常好的 既然它是这么光明 你已经悟到了 它这么光明 这么干净 你何来的脾气毛病 何须改呢 这样你们了解吗 所以修道 真正难做的功夫 就在我们的主人 要时常守在家里 不要乱跑 就是这样而已 如果你的主人 能够守在家里做主 就好比我们在 每一间房子里面 有亲人 也有非亲非故的朋友 在这么多的朋友 来来去去当中 主人自己 还是分得清楚 我是主人 你是客人 你不会因为 你的朋友 来来去去 而忘了你是主人 或者把他 当作是主人 一定不会的 从这里 可以想得到 我们的主人 我们的天理良心 面对这么多的杂念 这些杂念 如果不能干扰你 你就成功了 不是吗 做得到吗 其实很简单啊 自己的主人 要做主 要安定好 那你就不怕 许许多多的 众念丛生了 知道吗 什么叫做童话 你要把人童话 而不是被人童话 我们真主人 要童话 所有的 众念重生 才叫做 度尽天下众生 你光是整天 往外跑 度这个 有形 有象的肉体 你们彼此之间 生活在一起 都有这么多的痛苦 这么多的不满 那你还称得上 在度人 在修道吗 是不是 所以老师希望 你们修道的观念 要改变一下 你什么时候 才能度尽你身体内 你心内的众生 如果你的主人 能够做主的话 你吩咐它 它就自然会跟随你 这才是真正修道的功夫 不需要你用嘴巴讲 不需要你用行动去表示 它自然而然会归顺你 因为你是一个真正的主人 如果说你真正能够这样的话 那你要往外去度其他 形形色色 带着肉体的众生 便方便了 假如我们的真主人 不能做主的话 那你就和外面 不知道修的世俗人一样 他们不知要修道 所以 他们就会被自己的杂念控制住 我们这时候知道要修道 我们不必受控制 我们反过来可以控制它 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这样你们对修道 有一个好的印象吗 好修吗 好修就要修啊 不要修到一半 主人丢掉了 才说道是假的 道是假的 你也是假的呀 道是真的 你也是真的 不要分成两边 都是一体的 每个人都说 好修行 回答 我们的道 我们的真主人 只有一个 不能分开的 但是我们要运用 可以运用得很广 只在于你会不会用而已 懂吗 有的人真主人都走掉了 或者主人常常飘进来 又飘出去 当你们的主人没有进来时 就会变成你们说的阿达阿达 懂了 所以你的主人在不在家 你的心有没有修 你的主人有回来吗 那行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假不了的 所以有真修跟没有真修的 一看就知道了 我们的脸长得丑 愚美 是天生的 我们的身体 生成这样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但是有办法改变的 是你的气质 你的气质要怎么变 就是你的主人 人要回来改变 要回来整理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要度化世界上的众生 唯有用无私的心才可以 因为无私的心不是死的 是活生生的天心 所以这是济公活佛四个字串起来的意思 那么你们今天拜济公活佛为师 实际上是拜这四个字为师知否 因为人人都有很严重的私心 很严重的偏见 有私心有偏见 所以没办法为众生来牺牲 处处都为自己 事事都为自己 这哪是天心 是私心 这济公活佛四个字 从你们求到以后就在心里 你们一直认为那是一个佛像的名字 是不是 济公是济公 你们是你们 两者是分开的 是不是 你们一直都把它分开 你说 他是老师 你是徒儿 他是大济公 你是小济公 他是先佛 你是凡间的人 这是不是有两种心呢 这样就有分别心呢 什么是老师 什么是徒儿 老师就是你自己的天理良心 徒儿就是你自己迷媚的心 每一个人都有两种心 你好的心就是老师 不好的心就是徒儿 老师要教徒儿 徒儿要听老师的话 就是这样 借着拜师这个形象 跟你提醒 你的心内有一个老师 不要跑到外面去拜师 这是借一个形象来跟你启示 让你了解 真正的老师不在外面 也不是在佛堂 现在 老师借着翘手 跟你们说话 你们就借着现在 老师跟你说话的情况 把它反省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想到好的念头 也常常与不好的念头 在讲话 这就是先佛借窍 要向你们启示的用意 知道吗 我可以听听老师说话 我可以听老师说话 我可以听老师 是因为这种水 有一个老师 我可以听老师 你要不要招待 你一样 我可以听老师 由这点,我们就想到,我们人在日常生活里,总是需要借这个形象才可以生存 为什么呢? 譬如,钱只是一个形象,对不对? 但是,你也要有钱才能生存 这个屋子只是一个形象 但是,我们也一定要住房子才能够生存 我们在世间,每一件事情都要靠一个形象 所以度你来求道、犯道,这些方法都是一个形象 只是给你一个提醒 提醒你,不要再沉沦下去 而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技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而言之 维师为什么一直强调要你们修道 因为你们的主人常常不能做主 你如果主人常常不在家的话 那么所有的主见、主宅都不是你 所以,有很多事情就会处理得不好 连你这间房子 连你这间房子 这个肉体都会处理得不好 想想看 你们自己的房子 自己不进来住 雇在门口 像什么? 狗是看家的 主人是治理家庭的 你要当顾家的 还是当治理的 如果要治理的话 你的主人就要守得牢 你的心就要站得稳 知道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